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将聊到的是4月份的 十二星座运势哦 那在这个4月份里面呢 其实像前几个月比起来 一到三月呢 有时候很多事情会是比较集中发生的 那在这个4月份开始呢 会有一些比较新的 比较不一样的局面发生在你的身边 你会觉得整个4月份开始呢 整个情况和前三个月呢 就不太相同了 整个空气是会变化的 所以在4月份当中呢 大家都要会面临到一个新的 一个环境或是一个新的挑战 那在4月份当中 其实因为很多六分项 那很多六分项的话呢 会让你觉得 这个环境带给你的是很多的小确幸 这些小确幸会让你觉得还蛮幸福的 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 很开心的事情哦 可是这些小确幸呢 会让你每一天每一天都觉得 有一些幸福的事在累积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4月份呢 对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在生活的某一些部分上 会是很开心的一个月哦 那在这个月里面呢 我们收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六分项 其中有一个呢 是太阳跟火星的六分项哦 那太阳跟火星的六分项呢 因为时间还蛮长的 会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会带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影响哦 对每一个星座的影响是不太相同的 但是呢 有一个比较共通的部分 就是它会增强这个阳性的能量 就是你会往前冲啊 你会很积极的这个能量 会是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 可是呢 这个部分上因为牵涉到火星哦 所以难免呢 会有一些急躁跟暴力之气呢 也会跟着呢 整个提升起来 所以在4月份当中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很想哄 就很努力去推销自己 可是推销自己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跟很多人吵架 也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现在这个社会上 不是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吗 可是在这个4月份当中呢 会更加的严重哦 甚至会一度延伸到5月 为什么呢 因为5月份哦 整个星象是不太好的 等于是4月份 大家觉得过得还不错啊 可是5月份就会急转直下哦 那4月30开始呢 冥王星会逆行 加上5月份呢 又有一些时象出现 而且5月份呢 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星象 比如说水星逆行就会出现了 所以会让很多人感受到的是 从4月份到5月份呢 就是一种运气 本来还不错 突然降下来的一个感受哦 所以呢 我是建议大家在4月份当中 可以多做一些准备哦 像是你可以多存一点钱下来 因为可能5月开始 6月开始 有一些星座呢 会用到比较多的钱 会需要用钱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或者是呢 在5月份到6月份当中 有一些计划会产生一些变数哦 所以你的一些雨天备案 你的一些第二方案呢 一定都要先准备好哦 因此呢 在这个4月份当中呢 不要只是享受这些小确幸 带来的快乐哦 也要好好的为未来呢 先做下一些准备 才会让你在5月份 6月份 更加的顺利哦 好的 接下来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接下来的这个4月份当中 蛇星座的你 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4月份的新作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那对于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比较奔波劳苦一点了哦 那在后半个月里头呢 你的表现是相当好的 但是在后半个月里头呢 要比较小心的是 和主管之间的沟通哦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月里头呢 有哪些时间是工作运比较好的时间哦 第一段时间呢 是4月7号到4月19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双子座的你呢 可能呢会因为工作的需要 常常呢需要在公司外面奔波啊 或者是呢会被公司要求呢 需要去某个地方出差 比较久的一段时间哦 那会让双子座的你觉得 比较辛苦一点 需要跑来跑去哦 那这段时间呢 因为太阳带给你 还蛮正面的一个能量哦 所以会让双子座的你呢 在出差的过程当中相当的顺利 到了当地之后呢 和你接洽的人啊 或者是和当地的同事呢 合作也会很顺遂哦 可以说呢 是在出差方面呢 相当顺利 相当愉快的一段时间 那另一段运气很好的时间 是4月11号到4月30号 这段时间哦 这段时间呢 事业运很强 贵人运也很强 容易拿到升职或夹薪哦 双子座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有贵人呢会在暗中帮助你 让你在工作上的表现更好 工作更顺利哦 另外呢 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整体的工作成绩 可以说是越做越好 那当然呢 升职和加薪呢 就有你的份咯 那如果双子座的你呢 是正在找工作 或是准备换跑道的话 这段时间去面试呢 也会很受到面试官的喜欢哦 整体的面试过程会还蛮顺利的 被录取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那如果你之前呢 已经有去面试过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容易拿到录取的通知 那这个四月份里头 有两段时间是双子座的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的 第一段时间是 4月13号到4月25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会建议你尽量 不要跟同事呢 有一些金钱上面的往来啦 因为你和同事之间 容易为了钱的事情呢 有一些不愉快跟纠纷哦 不太适合跟同事呢 有借贷的行为 也不适合呢 参加团购哦 那如果你是正式人物 艺人网红 直播主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要小心呢 你过去的一些桃色丑闻 或者是财务纠纷呢 会被别人踢爆哦 放上网络流传 那对你的人气呢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记得要尽快好好的处理哦 那当然如果双子座 你之前就是没做过这些事情 可是呢 如果是被泼脏水的情况下 该搞就一定要去搞哦 那另外一段 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4月16号到4月30号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你会发现 你的主管呢 脾气一天比一天火爆 一天呢 比一天的脸色难看哦 那如果双子座的你呢 在跟主管报告一些事情之前呢 就听到或是看到主管脸色 已经很不好的话 和主管报告一些事情 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尽可能严谨一点哦 不要去踩到主管的地雷 我知道有时候双子座的朋友们 会觉得说 那开个小玩笑 让主管轻松一点 可能会比较好 不会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随便开玩笑呢 是很容易呢 让主管爆炸的哦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 和主管打交道的时候呢 记得要先看主管的脸色 还有不要乱开玩笑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在这个4月份当中呢 双子座的同学们 在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呢 大概是中等平稳的 那双子座的同学们 只要多好好认真念书 自然在考试的时候 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哦 在大考还有证教考试的部分上呢 波折就稍微比较多一点哦 可以说是呢 前期比较低 后面运势越越好的一个月份 在4月1号到4月12号 这段时间呢 双子座的同学们 在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势比较不好的哦 主要是火星和土星合相的一个影响呢 会让双子座的你记忆力 变得比较不好一点 在考试的时候呢 也是反应比较慢一点啦 有时候也会有粗心的情况发生哦 所以这段时间呢 双子座的同学们记得 如果你有要大考或证教考试的话 勤能补着哦 多念一点呢 自然在考试的时候 会有更好的发挥 那在硬考的时候呢 记得千万不要太过粗心哦 那后续呢 在4月13号到4月19号呢 这段时间呢 反而就是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相当好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有贵人相助 会告诉你一些重点 比如说什么地方会考 什么地方考出来的几率比较高一点哦 只要双子座的你呢 能够熟读这些重点的话 自然就会拿到更好的成绩 那最后呢 在4月20号到4月30号这段时间 就是月底这段时间呢 大考还有尖叫考试方面呢 考运呢 就是中等平稳的 双子座的同学们呢 只要多用心在书本上面呢 自然就会有更棒的好成绩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正财运很强哦 但是投资运就不太好 所以在这个月里头 做投资要小心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财运最好的时间是4月6号 一直到4月30号 也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哦 双子座的你呢 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 有机会加薪或者是拿到奖金哦 那如果双子座的你呢 是自己开店当老板自己做生意 做网拍 做直播带货 或是做销售业务工作的话呢 生意是相当兴隆的哦 你的商品呢 受到相当多人的喜欢 销售数字可以说是呢 每天每天呢 节节高升的哦 那这个月里头的特别小心的时间是 4月13号到4月25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在投资理财相关的运势上 是不太好的 但有一些双子座的朋友们呢 是容易听到一些错误的谣言 或错误的资讯 做下不对的判断哦 那当然就会造成你呢 会有投资上的一些损失 所以在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双子座的你都要想清楚哦 另外呢 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双子座的你也比较容易遇到诈骗集团的诈骗哦 一定要好好提防诈骗集团的话术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双子座的朋友们在接下来这个月里面呢 交通运势大致中等的啦 那偶尔会有几天交通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那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4月1号到4月12号这段时间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肝脏健康哦 尽量呢不要熬夜 喝酒呢也喝少一点 对你的身体会是比较好的 那在4月13号到4月25号这段时间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比较容易会有跌倒受伤的情况哦 特别是在运动啊跑跑跳跳的时候 真的不要太激烈哦 另外呢双子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 也要多注意自己的妇科 还有泌尿系统的健康 如果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以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孕的部分 那对于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桃花孕就真的不太好哦 桃花人员是比较淡薄一点的 也不太容易认识什么好对象 那当然偶尔会有几千会有这个好桃花出现的时间 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那如果双子座的你呢 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在4月6号到4月30号这段时间 是会还蛮顺利的哦 那双子座的你记得呢 要好好打扮自己一下 展现出你自己最有自信的那一面 会让你呢 在对方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和这个对象之间的感情互动呢 也会越来越多哦 那这个又要特别小心的是 4月13号到4月25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蛋桃花真的还蛮多的 而且有一点可怕哦 多半是想要骗财或是骗色的对象 所以双子座的你一定要提高警觉 千万不要被骗了哦 那这段时间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提醒你 双子座的你在这段时间 最好是不要约跑了哦 很容易约到有病的 有带病的对象 那对你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不要约跑会是比较好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面呢 双子座的你很容易忽略感情和婚姻的经营哦 记得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哦 这个月很多双子座的朋友们呢 其实你整个用心 你整个心思呢 都在工作上面 在追求你事业上的发展哦 常常嘴巴开口闭口都是工作 或者是你把所有的时间呢 都放在加班这件事情上面哦 你很容易去忽略掉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对你的另外一半呢 回答就是嗯哦啊 好再见 这样子哦 没有什么太多的温暖的话语哦 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温度会越来越冷了哦 那我当然是建议双子座的你呢 在这个月里头呢 每一个礼拜还是要多找一点时间 和你的另外一半 约会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们可以去吃饭啊 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做一些小旅行之类的 都好啦哦 这对维持你们之间的感情婚姻 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哦 另外呢 那这样子呢 也能让双子座的你呢 释放在工作上所累积的压力哦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那这个月要比较小心的时间 是4月13号到4月25号的这段时间 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很容易遇到一些外来的勾引或诱惑 不管是从应酬的场合 或是你去跑趴 或是你使用交流软体 都很容易遇到这些诱惑 很想介入你的感情 介入你的婚姻哦 所以双子座的你呢 要记得一定要好好拒绝掉这些对象 才不会呢 影响到你目前的感情和婚姻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